来关注前首相都市里纳吉SRC 2700万令吉洗钱案 向法庭提出或是但不等于无罪的申请 高庭今天责定9月开始审讯 同时表示 如果总检察署到时还无法对 纳吉的撤控陈情下决定 纳吉就可以申请或是但不等于无罪 或无罪释放 纳吉代表律师丹斯里沙非议 要求法庭撤销纳吉面对的三项洗钱罪 直言案件从2018年至今已拖了太久 对纳吉不公平 较早前 副检察司已需要更多时间 整理纳吉的撤控申请为由 要求法庭允准将案件管理日期 展延至4月 高庭法官最终责定 案件于9月17号到19号 以及23号到24号进行审理 案件管理日期则是3月12号 我是要看你 两个人在诡约身的 本来是5月20号 这本来给你 幻疑大概是2月17号 有没有人有一件的 还在纳尾 认为我 就知道了 大杀